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袁知晴 最近我读了一篇关于恐惧的文章 原来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惧的时候 身体会有可能有两种反应 一是会应战,或者会去逃跑 Fight or Flight 受怕的人会忧心忠忠 对于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感到忧心和恐惧 就算是认知或者是常理都未必有助舒缓 不者就联想到近日港区国安法的震慑力 心虚的人就出走外地了 而部分死眼派或者无能力走的激进独派 或者本土派人士 甚至一些被人疏把的人士 就继续上街送头 政坛高人就表示 最痛恨那些满口方言的政客 仍然在炒作送中 仍然入罪这些话题 制造恐惧 揽炒派立法会议员 陶锦申、郭榮鏗等人 经常说香港一国两制已死 变成了一国一制 政坛高人就笑着说 如果是事实 一国两制就已经死了很多次了 近日政客又借着当局禁止港独口号 炒作仍然入罪 将香港港城再无言论自由 高人就狠批 身为执业大律师的郭榮鏗 可不可以专业一些呢 香港刑法里面 本身就有 依然入罪相关的罪行 诽谤、诬蔑 甚至乎是报章或者媒体 如果有虚假夸大的报道 都可能会惹上官非 言论自由不是没有限制 这个原则 根本也是法律的ABC 其实如果你没有打算搞港独 那为什么要高举港独标语 或者叫销相关口号以身事法呢 日前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出台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锦辛又走出来批评了 他说截取通讯和秘密监察行动 可以向行政长官或者首长级警务人员申请 而没有法官的监察 已经令到香港变成全面独裁和专制 以前有私隐保障 现在就完全毁灭了 但是政坛高人就读穿了他 他说陶锦辛有些事没有说出来 就是就算按现时的香港法例 在某些突发的情况下 因为追捕疑犯而需要进入某些地方 警察都不需要法庭首领 就算是陶锦辛十分推崇 说有民主监督的美国 他的国安法都是非常难的 好像保护美国法 就允许在没有法院命令或监督的情况下 监控任何国民的通讯 執法部门只要有合理的怀疑 就可以进行涉听 总统也有权去下这个首领 而英国的防止恐怖主义法 就授权主管部长 可以对怀疑恐怖分子发出监控令 扣留他的护照和其他证件 还可以随时搜查他的住所 至于警方可以监管网络言论 以及要求有关的电子平台发布人 平台服务商或网络服务商移除 或限制任何人使用危害 国家安全的信息或平台 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市民 我们就以2019年7月至12月的数据为例 美国政府就曾经向Facebook要求 索取数据超过5万份 港府也因为其他调查而索取数据241份 我们经常都说 网络世界并非法外之地 过去一年我们都看到 激进黑暴分子多番利用 连登、Telegram等等的社交平台或软件 煽动示威者参与激进的暴力抗争 那我们又怎可以不去管呢? 在濫炒派政客的谎言和一美靠客之下 最近在网上网下都有不少人在讨论 出走香港的问题 有些人就说怕会被送中 或者会有文字肉的华和 但政坛高人就笑着说 港区国安法所针对的四大罪行 不是一般人可以有机会干犯到的 如果你不是搞港独颠覆政权的 就不关你事了 勾结外力恐怖活动就更难尖上 试想下,普通市民去到美国 会轻易得到外国政要接见吗? 另一个例子,就好像谋杀罪和纵火罪 最高的刑罚都是终身监禁 但是一般人会轻易犯上这些罪行吗? 所以又何必人怕你又怕 初信濫炒派政客的谎言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个铃铃铛 多谢大家